结束亚洲访问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转往欧洲 出席15号16号的北约防长会议 台湾时间今天晚上9点 奥斯丁将主持第三次的 乌克兰防护联系小组会议 上次会议是在4月 当时俄罗斯试图包围基辅 但现在情势大不同 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陷入苦战 对武器装备的需求也和之前不一样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顾问 波多利亚科直接在推特上 开出武器清单 他表示要结束战争 乌克兰需要100门155口径榴弹炮 300套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500辆战车 2000辆装甲车 和1000架无人机 北约峰会将在这个月的29号 30号在马德里召开 北约已经邀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与会 但现在还不知道 泽伦斯基是会亲自出席 还是视讯参与 美国驻北约大使史密斯表示 北约峰会可交付成果 包括北约新战略概念 以及北约因应欧洲局势改变的军力部署 并且重申北约的开放门户政策 对于土耳其总统艾尔段表示 至少要让芬兰和瑞典等上一年才加入北约 史密斯表示 北约成员都希望这个问题能在几个星期 最多几个月就解决 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表示 他寻求团结一致向前的做法 解决土耳其反对立场 TVB的新闻黄松普林佳辉 美国华府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